字幕提供 奇聞,奇聞啊 早前辭任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的馬仲兒 十一月初話走了去英國 他終於交代了四個走佬的理由 第一就是香港抗疫差令他民生離開的念頭 蛤?不是吧? 香港近期幾乎本地清零 相反英國這陣幾乎每天都有三四萬宗生確診個案 難道他抗疫做得好的標準是 確診個案愈多愈好? 喂喂喂,你沒事吧? 這樣的神邏輯真是怎樣到你不服 至於另外三個理由就賴安心出行 說有私人隱憂從來不用 好多公民團體好像教協職、公民、民陣等逐個解散 說什麼什麼社會的行政、公義參與、倒退 還有就是政府要求公務員宣誓 說份工不是政治任務 為什麼要為份工去宣誓? 我生平最看不起不誠實的人 說到走路理由很充分 大姐,如果你行得正、站得正 最後這三個理由根本完全不是問題 不過他的立場人盡皆知 反修例運動 他支持黑醫護 有發聲明屈警察蓄意射傷市民 近經常抹黑政府防疫 叫人不要打疫苗 他是不是政治凌家專業先? 都是那句 好閒格不送 最重要不要回頭 留在英國專心抗疫 不要緊 我相信這裡沒有人會覺得是損失 有莫! 在那盒子め 無辜的 有莫可憐 在那盒子莫不開 有莫可憐 有莫可憐 中部店 江豆